這一次我到北京證明了 我非常歡喜 葉局長邀請我去參觀歷史博物館 最近展覽一批山東青州新農寺出土的文物 都是佛像 館長親自給我們介紹 總共出土的佛像大概有四百多歲 雕刻得非常精美 一千多年了 裡面有一些彩繪還沒有透露 還看得很清楚 特別給我介紹一尊皮諾哲娜夫 是在八位世間的 在唐朝還是以前 這個晉朝時候 大概有一千七百年的樣子 古屋 他給我們介紹 皮諾哲娜夫身上穿著這個袈裟 這袈裟每個子裡面有彩繪 畫的是什麼呢 是髮戒 最高的地方是佛術髮 佛髮戒 下面一層一層到最底下一層的地獄髮戒 顏色 這個線條很清楚 他給我們介紹 他說完之後呢 我就告訴他 我說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虛空髮戒 一切眾生 是一個自己 一個神 這叫髮神 我們的袈裟穿著每一個 每一個 用現在的話來說 就是一個族群 一個族類 多元文化了 竟虛空變化界 無量的族類 不同的族群 是一個整體 而且每一個都一樣大的 平等的 沒有差別的 為什麼兩頭有半個呢 告訴你 這後頭還有啊 延長出去 無量無邊啊 這不是半個 是一個 這只切到這裡 後面還有啊 無由窮盡啊 表這個意思 他們聽我一說 也有所覺悟啊 所以我跟他講呢 佛像這一件衣服代表什麼 代表近虛空變化界 一個心 真心 一個性 本性 一個身 發生 我們天天搭這個意 都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意識別搭了 搭上這個意 虛空發界是一體 這個多元文化了 多元文化了 所以佛教就是多元文化 而且三一表發的意趣非常之濃 這個二十五條一 是代表虛空發界 近虛空變化界一個體 七條一呢 你看個子就少了 條類就少了 好比什麼呢 我們居住在這個地球上 整個地球是一體啊 五條一就更少了 一共只有十五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新加坡這個城市啊 這個城市裡面所居住的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是一體啊 你看看這個味道多濃啊 我跟他這些解說 他下一次跟別人解釋 意思就是味道就濃了 這個裡面有表伐的意趣在住 我們參觀許多的佛像 這個造像啊 有顯著的不相同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佛隨類化身 佛菩薩沒有一定的像 楠英經常講的 隨眾生心因素質量啊 觀世音菩薩普門評裡面講的三十二印 應以什麼神得度就現什麼身心 隨類化身隨即說法 我們在出土文物裡全都看到了啊 這是佛法的教育 所以佛法沒有定法 所以這個地方的神念 我們的概念一定要清楚 老老實實在念佛堂 念這一句佛號 如果真的是老實 古人也叫古 一夜念中啊 都居足迷了點神 這個說法跟華言講的一樣 一節是度 多節是一夜 周邊寒冷 那是真正能夠切如境界 一清盡心 念這一句佛號 所以 是建宗的微妙 世間人 羨慕學妙 不曉得 真正的學妙 都在極平常之中 所以金山講啊 平常心是道啊 平平常常 可是平常這兩個字 也不好懂 平是什麼呢 沒有高下就平了 我看你不如我 你就不平了 那我又不如他 這就不平了 平不容易 平是平等啊 沒有高下 清是清淨啊 沒有污染啊 什麼是污染 執著是污染 只要有執著 心就不清新 只要有高下 心就不平等 心就不平 嘗試什麼 永遠保持 你們想想看 永遠保持你的平等心 那就是佛道 佛道就是佛心 從平等心裡面 其的念頭 就是佛念 其的行為是佛心 佛在經上跟我們介紹 佛在經上跟我們介紹 設法界 第一個 因形 每一個法界 因緣無量無邊 最重要的一個因是什麼 佛給我說出來 佛呢 最重要的一個因 平等 菩薩最重要的一個因 六度 緣絕最重要的一個因 最重要的一個因 因緣 聲聞最重要的一個因